我们三口人出来逛一下 然后想买一个就是冰柜冰箱 给你们看一下海尔进军到日本 这个价格这个现在是2000块钱人民币 这个也是海尔的 这个是1800块钱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莉 我身边的这个男的呢 是我的老公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叫啥呀 我龙嫂 龙嫂 大家可以叫他柚子爸啊 然后这位呢 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说大家好 他是小柚子 我们一家三口呢 现在生活在日本 我和柚子爸呢 现在是在工厂里面打工 他的工作呢 是在口罩厂 因为去年疫情的原因 他找了一份口罩厂的工作 然后就是收入啊 工作时间呢 也都挺稳定的 我呢 现在是在风田汽车配件的工厂里面工作 我的工作呢 不太是稳定 效益好的时候呢 我一天工作时间长一点 厂子效益不好呢 我一天就工作时间短一点 反正最长就是七个小时 最短是四个小时 但是不管是我工作七个小时 还是四个小时 一点都不影响我照顾我的孩子 他现在在认真的选冰箱 我们两个呢 是2015年结的婚 到现在也有六年多了 我是16年来的日本 到现在是五年多 他来日本的时间呢 要比我长一些 他来了有十几年了 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呢 就跟我婆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婆婆和公公离婚了 然后婆婆办了日本的签证 到日本来打工 那个时候呢 幼子伴还小 所以我婆婆带她一起到日本来了 然后呢 就是跟你们想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啥呢 没结婚之前吧 她跟我婆婆是生活在千叶县 然后结完婚之后呢 我和幼子伴呢 是在民补物街间成了家 成了家 我们两个一直都是在租房地住 然后我俩处理上的时候呢 我也问过她 说你跟你妈妈在日本干什么呀 她说就是搭工 我说那住的呢 她说就是租房子住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啊 就是她一直瞒了我好几年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 她在日本是有家的 这个家呢 就是此家非彼家哦 这个家不是指 她在日本有家庭 是指她在日本有房子 她和我婆婆 在千叶县的那个房子呢 是自己买的 就是她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为啥 可能是怕我租她这个房子 哎呦 天呐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为啥没告诉我 你有房子这件事情 天了我四年五年 我去年才知道 然后今年我二月份 才去我婆婆家 还看见她家那个房子 为啥不想给我说 刚才你过了三小朋友 天呐 她啥也没有我嫁给她的 然后给她生了这么大个儿子 她怕我跑 你们说 说到这呢 肯定还有人质疑 那是你傻吗 你还说你别傻 其实不是我傻啊 我这些年一直不知道的原因 就是工作 怀孕 生孩子 带孩子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我婆婆呢 我怀孕那时候吧 婆婆还真跟我说了 说你们搬回来住 我都没想过是 那个跟她生活在一起 我还那个时候我还想着 那婆婆租那小房子 我们去干啥去 就是我一直都没想过 我婆婆有房子这件事情 去年她跟我说了这件事情 当时听完之后吧 还有一点点生气 然后但是过后想一想 也没有啥生气 我也真不是问她有没有钱呢 或有没有房子 或有没有什么车 重返这些问题 如果这样是那样 当时我就不嫁给她了 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 这就是我的小孩子 拜拜 我们先去选京香和鸡鸡去了